因为它是一个仪表板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在左上角这个地方 出现这个仪表板名称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会用插入 我第一个会画的就是仪表板名称 所以我用文字方块 所以请点插入文字方块 可以吗 所以这个叫做进口分析仪表板 好 我要一个一个特指教 这个它主要存在的目的是标签标题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这个字是不是要大一点 所以呢 我会把这个字 首先 这个字 里面的字形完全没有中文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这个 A real break 再来请把字设大一点 设大一点 字的颜色 深蓝色 深蓝色 设初体 好 然后这个字呢 这个字设到至中 设到至中 然后我喜欢在最前面按一下enter键 他这样就就跑到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我画四格 的上下中间的位置了 可以吗 这是 请问这一边的设定 我就全部都讲完 那个上标下标我就不再赘述了 可以吗 好 可是我喜欢的是这个文字方态 它要有边框 那边框 在哪里 又可以进行格式设定呢 在这里 叫做 就是 本来这边是个绘图区 可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是这一个文字方块 所以它就直接放在这里 好 然后呢 针对这一个的 针对这一个 我喜欢加边框线 所以请打开效果 效果 效果里面 它分好多 哇 这格式改成这样子 好 没关系 我就开边框线 打开边框线 看得出来吗 就在这边 视觉效果框线 打勾 然后阴影也打勾好了 好 请问 有没有看到一个框线 可以吗